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正正是聖誕日 2022年12月25日 一起來我就決定挑戰一下 新開馬鞍山新廣城的壽司囊 帶上我媽媽、婆婆和Lucas 一起吃一吃壽司囊 話說壽司囊迴轉壽司店 成立於1984年 在大阪府崔田市 直到2009年 他們統一改名成為壽司囊 他的母公司 2015年3月31日正式成立 Food Life Companies 到現在進駐香港 甚至乎進來美食沙漠馬鞍山 馬鞍山我們住了很多年 我們住在迎海 搭一個站的馬鐵 一早10時開始等壽司囊開門 正式營業時間是10時30分 我們去到的時候已經大排長龍 終於半小時後我們等到了 一進去後 哇 都挺新的 有很多很多卡位 所有的座位都已經連貫了回轉壽司帶 我有一個感想 覺得職員都是很有禮貌的 而且很有節奏感 去協助我們剛剛來到吃 我們不是太懂的 提示我 首先用電子屏幕點餐 我們點餐後 很快食物就會上 看看 這裡有兩條壽司帶 其中一條就在下面 很多食物都可以讓自己自選 而這張寶寶椅我覺得非常有心 它卡住了一張桌子 非常安全 小朋友坐得很安全 很快節奏 所以已經可以拿到我們想吃的壽司 我們一開門 它都已經準備了很多不同款式壽司 亦是很新鮮的 你們看看 尺寸也很足夠 我覺得很大件 至於我們當然不少得要點烏冬給小朋友吃 我就試吃了它的海膽 還有一個蝦的壽司 我覺得還可以 以這個價錢來說也不差 然後我就特別欣賞幾個位置 剛才那張寶寶椅我真的覺得是加分位 第二就是 哇 你看 十點多 我想10點九度 這個角度拍攝的時候 已經坐滿了這麼多人 之後門口就開始派票給未進來坐的人 我覺得它的提示是非常清晰的 即是 迴轉帶你可以直接拿 而 iPad 上面的食物 你點完之後 它也可以直接送餐 到自己坐的卡位的迴轉帶 也可以拿到 這樣也是非常方便 然後也可以選擇 你需要兒童餐具 他們也會提供 帶著小朋友出門 可以說是帶小樣東西 如果過來吃飯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它對小朋友的物資上挺齊全的 很有趣的 它好像拍車位那樣 就去到你的桌上 就已經會傳送到你想吃的食物 從 iPad 上點的 那婆婆就稱讚一讚 哇 站在這裡 剛剛的腳踏位 再站起來去拿這碟 食物都很方便 而它熱水出水的位置 我都覺得是不失不過 都相當之夠熱 以及都很快速 但其實我經常覺得 如果壽司泡很久 究竟這些熱水位是不是乾淨呢 這也是我自己擔心的情況 所以這些只用來喝綠茶就可以了 要沖奶也是用回自己的熱水 這樣就比較穩妥 而我媽媽就很喜歡吃鰻魚的 鰻魚粉絲 這次也點了一個有芝士在上面的鰻魚 給她試 那婆婆就煮了一些雪梨水 給Lukas和我喝 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我媽媽是很喜歡吃壽司的 而壽司狼真的開了 那我自己也很想試 既然聖誕節 不如一起去就試吃新的食物 那我吃完之後 整個感受就是覺得很划算 至於去到埋單的時候 它已經是 還可以展示到一些原來外賣的價錢 我覺得都挺經濟 而且都挺大件 份量都很足夠 我們這次的埋單是297元 那我也覺得OK啦 我們兩個大人一個小朋友 也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壽司 我們埋單之前 姐姐就過來幫我們點點壽司碟 數好之後就拿著牌子去排隊埋單 好 我們吃完好開心啦 一會兒我們就去Christmas Party啦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的影片 支持一下我 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之後我就會介紹更多不同的生活